頂著夜色出海 這艘來自葡萄牙的漁船 正在捕捞章魚 不過船上絕大部分漁民 卻非土生土長的葡萄牙人 反而有不少亞洲面孔 靠海小鎮卡西納斯 現在有百分之七十的漁民 是印尼籍移工 反映了葡萄牙 跡破的缺工問題 在歐洲國家中 葡萄牙社會的高齡化程度 僅次於義大利 農業 漁業和餐飲業 勞力缺口嚴重 經過政府多次修訂移民法 近五年外國人口成長翻倍 達到一百萬人 尤其由以南亞和東南亞移工為大宗 葡萄牙自二零零七年實施新移民法 合法入境 且能提供勞動關係正名的外國人 就能取得居留文件 二零一八年更擴大範圍 讓一些非法移民能合法留在當地 如今人力仲介公司成為雇佣運作重要的一環 牽起缺工雇主和需要飯碗的外籍勞工 來自巴基斯坦的安瓦爾 就是友善移民政策的受惠者 他曾在歐洲其他國家工作 最後選擇定居葡萄牙 從一開始打零工 如今已成為餐廳廚師 他在當地生活了十多年 再過不久就能取得葡萄牙國籍 李圖和他的丈夫 從尼伯爾千里迢迢來到葡萄牙鄉下 負責農場的美國採收工作 他們存下這些收入 在當地開了一間咖啡廳 全家人一起在異國展開新的人生 絕大多數移民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 才留在異鄉打拚 而他們的下一代則是新葡萄牙人 很好的融入當地生活 伴隨法律修訂以及國家缺工的現實 葡萄牙社會對移工和移民越來越包容 在社福團體的努力下 移工在工作和生活上也獲得更多資源和保障 高齡化和缺工問題是全球許多國家面臨的挑戰 而葡萄牙的案例值得接近 公視新聞 兩顏編譯 公視新聞 兩顏編譯